总统大选逼近倒数一百天了 蔡英文总部打造专属的小鹰巴士 要全台走透透 但还没有出马 就因为车身变更违规 可能要开罚 头痛的还不止这一件呢 她的家族企业前年违法捐给民进党一百万 现在被监察院没收了 民进党不但拿不到捐款 还要倒吐二十万的罚金 我们修贝三人在这里给各位举功 谢谢大家 谢谢 蔡英文选总统过去神秘低调的胸姐 终于曝光相挺 个人也都曾经掏钱赞助民进党 家族企业在98年就捐过一百万 现在却被监察院逮到 违反前一年亏损公司 不得提供政治现金规定 一百万没收 民进党还被罚二十万 后面有什么东西啊 回一桌还有一桌 真的啊 还有一件事耶 真相乌漏天逢连夜雨 蔡英文党庆当天参观小鹰巴士笑咪咪 总部规划选前一百天启动的台线计划 精心打造行动舞台 又被质疑游览车外观贴满装饰 内部拆掉后半座椅两项违规 改装公司和监理站各说各话 我们的车子检验一直都是合格的 而且我们都有按照正常的检验的一个日子去检验 我们也按照 而且你可以去查 那里这没有任何违规的记录 我们游览车这旁边都有一个座位数 座位数它也 它这样不符的话 你就变更车体 你在车身呢 这样 所以我们依据 道路降落处罚条例第十八条 我们就要叫它做零检 经理站根据简报判断 小鹰巴士涉及车身变更 上路就可以开罚 不改甚至会被扣牌 不过蔡英文总部提供改装版国光号巴士照片 这辆也是拆光后半座椅 让单车族租用挂载自行车 幕僚强调愿意遵守法令 但不希望无限上纲 一辆巴士还没上路 意外爆红变成选战焦点 TV新闻成员委潘亦瑞台北报道